不會 我不會安心的 我跟你講雖然說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日全時月天時什麼鬼 但是如果白天看到一個大火球就這樣子掉下來 我一定還是照也跟他不會 不過歉你 你剛剛看那個新聞裡面 其實那個火球有兩種 一種真的是外太空雨石掉下來 然後它到了地球就變成那個流星 你看到是流星 那它如果流星再掉下來 掉到地面變一顆石頭的時候就叫陰石 就會砸一個大洞的那種 第二個是人造的 蛤 人造大火球 為什麼人造呢 人造衛星啊 我們太空之中有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那個人造衛星在落地面的時候 一樣也會產生那樣子的火球狀態 他們那個什麼火箭還是什麼 太空說什麼往上說 他們什麼推進器還是什麼一節一節這樣掉下來 所以美國它那個可能NASA它不願意吭聲啊 因為它自己的人造衛星可能掉下來了 然後進入大氣層的時候 他們老美就看到一對 那它通常會涮 有時候掉在沙漠 有時候掉在海裡面 但是你在白天這樣跨過天空的時候 因為那個東西本身下來的時候 它本身就是耐高熱的 所以一下就哇拉了一條整個火球撞出來 所以民眾看起來很害怕 但是NASA它絕對不會吭聲啊 因為搞不好它一顆什麼軍事衛星被掉下來或故障了 所以它就絕對不會吭聲這些事情了 對啊 講火球來看三個好了 我們看三個 有一種火球是外太空下來的 還有一個火球哪裡來的啊 這種火球其實是在那種雷雨要打雷下雨之前 如果你在那種空曠的高爾夫球場 或者在那種比較平原像美國的看薩斯州啊 它那個夏天大家最多看薩斯什麼 龍捲風最多嘛 那有時候會有什麼 這種類似電球的現象 因為空氣中的正負電離子在交錯當中 就會有這種電球的產生 就空氣中莫名其妙 噗一個出來火 對 產生之後呢 這電球它會跑 因為它會順著整個電流方向會走 那順利很快 好精彩 好想看火球就這樣自己在跑 但你要控運氣啦 碰得到才能碰得到 1838年的時候在美國那邊有 然後可是其實在美國加州或者是看薩斯州 在夏天在那個龍捲風產生 有時候都會有這種電球現象 也會有發生 小到像高爾夫球一樣 大到像足球一樣 感覺就一個電球在跑 哇 太精彩了 然後另外一種呢 大家看月亮 我看看月亮什麼顏色 黃的嘛 黃色啊 黃的月亮 可是有藍的月亮會出現喔 Blue Moon Blue Moon 對 加州在森林大火的時候 每年只要森林大火 那個燒的以後 那個樹木被燃燒之後的 灰飛這些到的天空當中的時候 在跟大氣中的水氣在結合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這種光線的折射出來之後 月亮的顏色 因為它晚上月亮是黃光下來 它經過兩個那個色澤之後 就變得有點黃綠色之後 就呈現出來變成是藍色的現象 這也就是這個 最主要就是Blue Moon 產生的一個原因了 所以這不是一個什麼 好浪漫好什麼的景象 就是一個髒嘛對不對 還有一個 皮奈爾杜波火山 在菲律賓那時候噴發的時候 菲律賓人那時候看到月亮 也是這種顏色啊 也是因為這樣子這種火山的灰飛 火山灰飛其實噴到高空當中的時候 它那個粒子來說很細 那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你看到是Blue Moon 藍月亮 另外一個是看到什麼 另外一個就是地球表面溫度會下降一點 為什麼 因為整個在高空大氣層的 接近平流程的時候 有一層火山灰飛 細灰飛在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會使得太陽的輻射 接近在地球的時候呢 它會被反射上去 所以那時候皮奈爾杜波火山噴發的時候 那一年的那兩年的夏天 其實我們亞洲地區的整個溫度來說 其實是有下降一些的 所以在我們這種外航人看的話 會覺得火山噴發好熱 噴上來的話應該變熱的 結果事實上是變涼一點 會變涼一些 但是還有第三個 你飛機飛不進菲律賓航道啦 因為飛機一定要改航道 要不然引擎吸到了火山會飛之後 飛機就會掉下去 哎呦喂啊好嚇死人了 好第三個什麼 三個太陽槍 三個火球啊 三個太陽 三個太陽 這講到什麼 呃我剛好上禮拜啊到那個 你看到三個太陽 不是沒有沒有沒有 我到那個南管處 那個高雄南管處 南部飛行管處就演講 然後呢 結果我台東的學長 他在那個台東機場上台長 他說他們兩個禮拜前 在台東就看到三個太陽出現 最好是咧 天空中三個太陽 而且他同事有拍下來 只是照片還沒依給我 那那個為什麼台東上空會出現三個太陽 上個禮拜不是天氣很好 台東的高空當中有一些冰晶的雲層 我們叫捲雲 那冰晶雲層其實他那個就是冰晶嘛 冰晶會有好幾個角面會反射再反射 反射之後出來就變成說上面有三個太陽會出現在天空當中 什麼意思啊你就坐在家裡好好地往天上一看看到三個太陽啊 只有一個是真的啊 另外兩個都假的啊 就是空中的海市盛樓嗎 我真是覺得太誇張了 海市盛樓其實在上個禮拜的台東也看到了 上個禮拜在台東的豐年機場 如果你是台東的朋友就會注意到 台東在上個禮拜天氣好的時候 可以看到藍雨欸 台東機場看到藍雨 他們在塔台上面看過去欸 怎麼那個藍雨怎麼在台東海面上面出現 天氣能見度好到這樣 其實不是好到這樣子 是什麼呢你知道嗎 因為它海面上的水氣整個上來 溫度高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不是上禮拜 因為今天每個禮拜都有怪事 上上禮拜三個地球上上禮拜 海市盛樓 結果那個水氣上來之後 結果把藍雨 藍雨其實距離台東蠻遠的 大概七十幾公里的距離 其實你在台東豐年機場是看不到藍雨的 但是呢因為它海市盛樓 它是水氣上來之後 結果那個光影啊 從海面再折射上去 結果那個影子變高了 所以變成在台東的豐年機場的塔台 都可以看到藍雨出現在海平面上面 所以上上禮拜大家看到海的時候看到藍雨 然後上個禮拜大家看到天空的時候看到三個太陽 江博士科學上有這樣的可能性嗎 剛才立剛是從整個天倫科學的角度來解釋的話 這當然可能性相當高 真的喔 但是不常見 那如果排斥了這些天倫的景象的話 各位來看看這個美國所拍的 我這一本書叫怪奇現象博物館 裡面就有一張 你看這幾個太陽 五個耶 這個是已經排除天倫學家排除了所有 剛才立剛所講的那些 很少見的天倫景象 看到五個太陽 在人類的歷史上 像1550年卡瓦五是要進攻今天 德國的馬德堡的時候 而軍隊還沒有打戰的時候 有一個阿兵溝 往天上看到一個博雲 不然看上個太陽也會拯救一個城市 我們以前會講說什麼 形容一件事情 要不可能 除非天空下洪雨 還真的發生過天空下洪雨 這種事情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五個月 三個月 谢谢大家